大家好 我是陳寗 今天呢 大家好像看到我手上拿的這個 就蘋果圖案的東西 感覺好像沒看過對不對 如果你是比較資深的果粉的話 你應該就沒有看過它 這個通常是資深果粉才會有玩過的東西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蘋果以前的無線網路基地台 現在蘋果已經沒有出了 但是以前曾經出過 那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傳奇的產品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 蘋果的無線網路基地台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玩意 其實今天算是比較入門版的之後 我再拿那個比較進階的來跟大家分享 不過呢 在開始之前 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然後要按讚加分享 好 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了 AirPods Express 它其實是蘋果比較入門的基地台 可是呢 有人會說 那入門是不是 我就絕對不會用到它 其實不是 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都是現在基地台未必做得到的 那你說蘋果為什麼要去做基地台呢 其實很多人想說 蘋果都沒有什麼新科技 我跟你講錯了 我之前有講過嘛 蘋果的新科技 通常都是在它穩定之後才會開始出 但偶爾也是會先拿出那種 其他品牌沒有的新科技來給大家玩 譬如說蘋果當初啊 在賈伯斯剛回到蘋果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就推出新的筆電嘛 如果你有看過有一部 有一部這個跟法律有關的電影叫做金髮油物 金髮油物裡面他手上拿的那一台 彩色的那個 那個iBook 那就是蘋果最開始出的 就應該說賈伯斯剛回來的時候 剛出的一台非常漂亮的筆電 而那台筆電呢 除了它長得很漂亮 那個在那個時候 瞬間秒殺市面上所有的筆電之外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它有無線網路 欸你說有無線網路很了不起嗎 你要知道那個在21世紀的那個上下的時候 有無線網路那是多麼厲害的事情呢 就好像你現在手機有5G 其實應該說比現在手機有5G還要更厲害的事情 在那個時候賈伯斯就拿著那個筆電 然後呢就是我們現在在上網 然後拿一個忽拉圈我們看一下影片 之後就不 抱歉 人家醫師 看了就感覺好像我們平常在看那個 iPhone的那個發表會的時候 很想要起立鼓掌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就是 賈博斯 就是好 現在都沒有賈博斯了 看我現在都不太看發表會了 發表會怎麼看也就是那幾個人 所以沒有賈博斯之後就不好玩 但是那個時候有賈博斯 每一次上台都給我們驚喜 而在那個時候給我們驚喜就是 電腦不用插線也可以上網 你現在看 感覺沒什麼大不了 但是在當時 我這只能說真的就是感動的痛哭流涕 但是呢 你要知道 蘋果推出這個新技術 不代表真的有無線網路可以用 所以後來蘋果他就想 反正市面上的無線網路基地台 都那麼low的情況下 那不如我們乾脆就自己來出 所以呢 就推出了一個東西叫做AirPods AirPods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總稱 只要是跟蘋果的無線網路有關的東西 都叫AirPods 不只是他的基地台 你如果在電腦的那個 網路片號設定裡面也會看到 他的無線網路就叫AirPods 所以AirPods這個東西呢 在蘋果電腦上就是 無線網路的代稱 就好像那個很大家都說 IE1394 可是在蘋果上我們就要說 Firewire一樣 反正就是一個尊絕榮耀不凡的感覺 但是呢 他出的這個AirPods 基地台其實他是兩個形式 一個最開始出的是一個碟盤 一個飛碟 那個我就沒有了 那是比較早期的東西 他出了那個 但是他比較貴 後來他就出了一個比較便宜的 就是他AirPods Express 這個呢在2004年的時候 推出了第一代 然後呢 他就一路從這個 怎麼802.11b 11g 11n 一路出出 出到後來最後一代就是這個 長得跟Apple TV很像的基地台 那這種基地台呢 其實我必須說 改到現在這個樣子的時候 他已經停產了 但最後一代這個樣子 其實已經失去他最開始 做這個基地台的一些 理念啊什麼的 那到底有什麼理念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講 首先 你有沒有覺得 他長得很像 以前蘋果電腦的那個 筆電的充電器 他長得非常的像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西 除了說 他是比較便宜的 蘋果基地台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他是讓商務人士 出門玩的時候 出門工作的時候 帶去旅館用的 所以呢 他是怎樣 你看這樣 自帶插頭 有沒有 你直接拿去飯店的時候 插在那個飯店的插頭上 然後 後面有這個網路孔 來看一下 有看到網路孔了 那你就把飯店的網路線插進去 你的房間就會有無線網路了 所以 是一個很方便的產品 後來有很多品牌也推出了類似的商品 但是我必須說穩定跟速度都沒有蘋果的款 所以說你怎麼知道他一定是給商務人士用 因為他跟蘋果的電腦一樣都有這個結構 可以拆下來 有沒有 這是台灣的插頭 如果呢 你是比如說去英國去香港啊 或者是去那種插頭室這樣的地方 蘋果還有賣一個套件 就是有全部的這種頭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換 把他換上去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那個套件我記得還蠻貴的 好像一千多塊吧 所以我說買蘋果的東西就是判他的行為 不過就是幾個塑膠頭 要賣你一千多塊也是還蠻貴的 但是呢 在那個時候 因為我就講無線網路還不是那麼的普遍的東西 也不是每個飯店都有無線網路的情況下 這個商品就很好用 可是呢 對這個蘋果的基地台來說 這個機器他還有一個很重要 叫做AirPlay 來 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一個耳機孔 這個耳機孔 可以說是 蘋果這無線串流的開始 現在我們不是都會用iPhone做AirPlay 把這個影像投到Apple TV上嗎 但是在以前還沒有這個技術的時候 他能做的就是把音樂 從這個地方用無線網路串流出去 那那個時候蘋果大家還記得 蘋果在假博士回來之後 推出一個叫iPod的東西 然後藉著賣音樂 我要記得不是靠iPod賺大錢 是靠賣音樂賺大錢 所以音樂就變成蘋果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 而蘋果希望你可以隨時隨地地去播音樂 所以就有了這個產品 你只要買一顆這個 然後呢 他同時就可以當你家的無線網路基地台 並且你從這裡拉一條線出來去給擴大機 就可以直接聽音樂了 現在已經不需要這產品 因為已經有很多喇叭都可以直接AirPlay 比如說像我很喜歡的那個B&O的A9 或者是B&O的M5 這些喇叭都內建AirPlay 可是在以前是沒有的 以前的音響沒有串流這個概念 所以他就要靠這個 這個AirPlay的這個孔才可以播出去 但他很厲害 他不只是耳機孔 他也可以插光線 所以如果說像以前有 家裡有比較好的DA 就可以插光線去給DA聲音會好很多 然後他這裡還有一個USB孔 可以看到了 有沒有 這個孔呢 可以讓你插印表機 插了之後呢 你的那個印表機啊 就可以直接用無線網路列印 現在蘋果不是有一個技術叫AirPrint 像那個Epson的 或者HP的印表機 只要可以連網路都有這個叫AirPrint 就是iPhone直接就滑 就可以把這個文件把它印出去的這個功能 在最開始就是從這個東西來的 所以你看這個小小的這個基地台 為什麼我還把它留著 其實他真的記錄了蘋果很多的歷史故事 什麼無線串流 無線列印 無線網路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從他開始的 真的是很值得收藏的一個產品 然後他這裡還有一個燈 有沒有看到 這個燈啊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以前 這種無線網路基地台上面都要有很多燈好 就是每個網路孔都有燈 然後他會一直閃一直閃 好像沒看到他閃就會 就會身體不舒服這樣子 可是蘋果的產品就是這樣 他的燈好都只有一個 所以呢 就是靠他 他是綠色還是橘色 就直接顯示他的狀態 然後蘋果有一個這個AirPods專屬的程式 你就直接可以進去看他裡面的所有設定 狀態 包括你要設密碼什麼 都是靠那個程式 那還有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功能 就是無線網路的延伸 現在你看我的影片 有像Synology的Mesh 或者是Unify的那個基地台 不是說我一隻手機就可以在家裡走來走去 無線網路都會自動切換嗎 那在當時蘋果在10年前就有這個功能了 你買了AirPods的那個Extreme 然後這個AirPods Express 家裡就可以一次像這個圖片的這種樣子 把它全部擴張開來 所以家裡有很多台的話 他就可以做到很初步的像是Mesh的功能 不管是插有線的 或者是用無線連接都可以 你用你的手機在家裡走來走去 就都不用切換 所以其實蘋果的技術 真的是常常走在最前段 只是你不知道 你以為蘋果沒有創新 其實只是你的無知而已 但是呢 蘋果他以前做這產品的時候 真的是很了不起 他的價格比較貴 像這個小的就要兩三千塊 大的要五六千塊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是不貴 但是在當時真的是天價的產品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他家都住那種 好幾億的豪宅 他家就是 我之前說他家的那個衣櫃裡面 有廁所的他家 他家就用了七台的 蘋果大的那個塔式的那個 AirPods Extreme 用了七台才能夠涵蓋他家 他家真的超大的 我家的那個Unify 都沒有用到七台 但是呢 他那個時候 因為還沒有Mesh的產品 也沒有Unify這種東西 所以他就用蘋果 你看 所以蘋果真的 在以前真的解決了很多人類的難題 那這個呢 後來他改版 改版了嘛 就是改成這個 就是我說這個 跟Apple TV長得很像的 那他的孔呢 還是一樣 對 可以看一下 插頭 兩個網路孔 那這是一個革新 就是以前只有一個輸入 現在還多了一個輸出的網路孔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USB 一樣可以拿去插你的那個 印表機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耳機孔 就是可以輸出聲音 可以做AirPlay 那這個 這個孔 比較特別就是 如果你買的是比較貴的 AirPods Extreme 他的那個孔還可以插外接音碟 因為蘋果不是有一個time machine嗎 就是用他也可以做 你可以買time capsule 也可以直接買Apple Extreme 然後再插一個外接音碟 可是呢 這兩台都不行 他的USB 就是只能拿來插音表機 就只有這樣一個功能而已 不過呢 以上說的這些東西 你通通都把它當故事聽就好 因為這些產品都已經停產了 蘋果呢 他最後一代的Apple Express 就是這個樣子 Apple Extreme 就是那個高高的 像塔一樣的東西 他就沒有再出新的產品了 他把整個AirPods的部門都砍掉 後來據說那些人去了哪裡 就是去了Unify 所以Unify的產品裡面非常的漂亮 然後 他的像那個Amplify 什麼 都做得很有蘋果的feel 所以我之前都 那個Unify 就是UBNT 他的母公司出的另外一個 Amplify 我也有買過的那個基地台 我認為他才是真正AirPods Extreme的下一代 可是很不幸的 他已經不是蘋果的logo了 但這個呢 我手上的這些紀念品 依然紀念著蘋果過去在無線網路上輝煌的歷史 還有為我們帶來人類非常便利的一些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無線網路連音 無線網路音樂傳流 或者是攜帶式的無線網路基地台 無線網路擴展Mesh 功能全部都是蘋果為我們帶來的新功能 那今天這個蘋果的創新故事就講到這裡啦 你對這個蘋果的創新還有什麼意見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不服來戰 不要說不服來戰 其實蘋果的創新 很多真的就是我說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那如果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直接在下面留言啦 那最後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鈴鐺 分享並按讚 那我是陳寗 今天說到這裡 我們明天見 拜拜